三国中死得最冤的三名猛将 实力强悍 勇气可嘉 怎奈运气不咋好 三国中死得最冤的武将 大有人在 若是他们不死 三国历史也将会改写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些死得最不值的五名猛将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 当属上讲三国第一猛将 京南五大勇将 之首的邢道荣 邢道荣是荆州林民太守刘渡手下的上将 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 也是三国史上 唯一一个敢同是跟诸葛亮斗智斗勇 手持一柄开山大斧 勇斗张飞 大战赵云 且毫不畏惧地猛将 当时刘被攻打荆州四郡 当时其他的三郡闻风而降 唯独林民太守刘渡不将 但是不将归不将 面对赵云和张飞的来攻 还是吓破了胆子 不知所措 还是他儿子刘贤过来给刘渡吃了一颗定心碗 父亲莫怕 我有上将邢道荣 有万夫不当之勇 怕傻张飞 赵云亚 说事后 邢道荣绝对是三国第一猛将 面对强敌来袭 毫不惧色 带兵主动出击 诸葛亮想利用赤壁之战的余威 吓唬吓唬邢 结果被他一下子给顶了回去 赤壁之战的谋略天下人 皆知是周瑜的计谋 与你诸葛亮有何相干 敢来骗人 不仅一下子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 还带兵首先发起进攻 吓得诸葛亮赶紧后退 让张飞过来抵挡 邢道荣一见张飞来了 二话不说 踢腹就上 两人竟然大战数个回合 最后邢道荣是全身而退 要知道在整个三国中 能在张飞手下毫发无损 还能全身而退的人 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邢道荣不仅避开了张飞的锋芒 还单将匹马冲杀出了张飞设下的埋伏圈 试问整个三国历史上 除了被曹操放水的赵云外 还有第二个人能做到吗 本来邢道荣完全可以逃脱的 可惜面前又蹦出个赵云 俩人再次厮杀一番 邢道荣体力不知想逃 结果周围有大量军队围困 身后又有张飞阻击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选择了投降 哦 不 是诈降 这种跟张飞拼杀的勇气 这种跟赵云过招的胆量 这种跟诸葛亮掰腕子的谋略 在三国里面还能找出第二个吗 但是赵云太不地道了 竟然趁行道荣不备 从背后偷袭 才使得三国第一猛将行道荣 惨死战场 排在第二位的 当属三国第二猛将 护劳关武大勇将 支手的潘凤 潘凤可是无双上将 人称关西吕布 关东潘凤 足可见其凶猛无比 作为韩父手下的头号猛将 潘凤绝对是实力派猛将 当时叱咤河北的炎凉 文丑 张和 高兰四人 在潘凤的眼中 不过是手下败将 要知道 最开始袁绍想杀掉韩父 于是给韩父摆了一道鸿门宴 当时韩父只带着潘凤赴宴 这期间 袁绍打算让炎凉 文丑一起斩杀韩父 没想到潘凤以一人之力 击败了这俩人的联手 从而名震天下 后来袁绍联合十八路诸侯 一起进攻董卓 董卓派出了华雄 竟然一路斩杀了 书名十八路诸侯的猛将 就在袁绍一筹莫展的时候 韩父说了一句 吾有无双上将潘凤 可斩华雄 上将潘凤 二话不说 拿上武器就出战了 要知道韩父能评价 潘凤是无双上将 就说明 巨是无双 全天下唯一一个 要知道 即使是吕布 人们也称呼是人中吕布 张飞啊 关羽啊 也不过是吴虎上将之一 曹操手下的上将 也只能称为吴子梁将 唯独潘凤 居是吴双 唯一一个上将 从名头试看 他就是三国第二猛将 当然 第一名是行道戎 从潘凤义无反顾 还讲着手中的大福 早就饥渴难耐了 就能看出 潘凤绝对实力不一般 气势上就压了华雄一头 只是他点儿比较背 一回合就被华雄斩了 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讲究是 哎呀 大意了 没有躲 还在第三位的 当属曹操手下的老将蔡阳 蔡阳是曹操手下的一名老将 当初关羽在曹营的时候 蔡阳就很不服气他 后来关羽执意要去找刘备 别的曹营将领都佩服他 唯独蔡阳不服气 要跟他鄙视一下 当时他就请命 要去拦截关羽 结果被曹操训斥一番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作罢 结果没想到 关羽走到了黄河渡口 在这里守卫的将领 是夏侯敦的补将秦齐 秦齐还是蔡阳的外甥 这外甥 别的地方不随旧 就是脾气挺像 似乎不让关羽过河 结果惹恼了关羽 被人家一刀斩在了马下 这下子可惹火了蔡阳 但曹成相有命令 不让他报仇 还把他派去汝南攻打流僻 没曾想正好路过古城 古城这里 正好有张飞在此招兵买马 还顺利地吸引了关羽来投 张飞恨关羽投奔了曹营 不相信他是去找大哥的 以为他是来乍城 并带着兵马 打算跟关羽厮杀 关羽怎么解释都不行 正在这个时候 就见后面来了一对兵马 临近一看 竟然是蔡阳 于是张飞将计就计 蒋若是三通谷之后 关羽能斩杀来将 就相信他 蔡阳也看出来是关羽 你杀无万圣秦奇 却原来逃在此 无奉成相命 特来拿你 蔡阳千里追击关羽 想跟他一较高下 足可见其勇气可加 可惜技术还是不行 一个回合就被关羽斩杀了 乌乎哀哉 刑道荣 攀凤 蔡阳 是三国中最勇猛的三名将领 论勇气 论全谋 都排在前列 没有之一 至于第四位之后的排名 就实在不好排了 以上三位的死 都是死在了猛将手中 像赵云 华雄 关羽 这都是猛将啊 他们运气实在太差 碰到这种猛将 死得太冤 张飞也比较冤 死在了两名无名小族手中 还是睡梦中被杀的 关羽也是死得比较冤 想当初也是千里走丹记 水淹气军 吃炸荆州 但好歹比张飞光荣点 他们的大哥刘备也是 为了争口气 也是为了夺得天下 发动一灵之战 结果运气不佳 被人火烧连营 最终活活被欺病了 并一命呜呼 当然 三国中死得比较冤的猛将 还有很多 比如吕布 比如周瑜 比如点为 这就忍者见忍者见智者见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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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布 声音 订阅 订阅 吕布